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季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个河字 益秋之河的河 河字的国语注音是 河河河二声河 河二声河 语音乐好 河熬好 二声好 好二声好 河是一种野兽的名字 形状很像梨或者是兔 昼浮夜出 以虫类为食 毛色斑驳 毛质深厚温华 可作皮球 如论语 慈喊篇当中 记载着孔子赞美 重游说 亦避运袍 亦亦胡合者利 而不持者 其有野余 这是说 穿着硬旧袍子 和穿胡合皮衣的人 站在一起 而不自以为 寒酸而可耻的 只有重游 能够做得到 河也能够写成 左边这样的河字 据说 河也是一种 非常喜欢睡觉的动物 人即使用棍棒去挑弄它 但是跑不了多远 它又在地上睡着了 所以比喻人 很想睡觉 就叫做河睡 可是一般人 多写成这样的可睡 这不是造词的本意 并不妥当 河又念墨 国语注音是 墨奥墨四生墨 墨是我国东北一带的 种族名 秦子劝写篇 千月一墨之子 生而同生 剧中的千月 就是吴月在南方 而一墨就是东北的遗族 意思是说 人类虽然地处南北 但是所生的孩子 啤哭声却是相同的 墨字也指种族的名称石 可以写成这样的墨字 不过这个墨字 又和右边的这个墨字是相同的 要说明的是 这两个墨相通的时候 指的是一种像熊一般的 皮毛呈黄黑色的哺乳类的动物而点 最后再重复一遍 和字除了念和的音之外 语音还念豪 是指一种野兽 但是又念墨和这个墨字相通 多指种族名而言 所以一丘之和和满墨之邦 读音和含义都是不一样的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